跨大陆的传播是影响世界陆地生物群的重要事件 当巴拿马地下形成后 南北美洲连在了一起 就此引发了南北美生物大迁徙 南北洲的保护伞就此被打破 大陆上的孤儿们被迫迎来挑战 有袋类硕果仅存 一关节总物伤筋动骨 南方有蹄物更是彻底消失 与之对应的北美的各大族群大多受到了奖励 北美的有蹄类动物 比如说骆驼科、魔、马和鹿 长鼻木、石肉木和众多的镊齿木纷纷南下 最终促成了美洲大陆如今的格局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应该能看出来 当大陆靠近之后 不同的种族命运是不同的 南北美生物大迁徙是有方向偏好的 或者说它在交换方向上表现出了不对称的特点 那么东边有没有类似的大事件呢 有 东南亚地区与澳大利亚交汇处 就发生过类似的生物大迁徙 当澳大利亚大陆板块接近欧亚板块时 其北部边界俯冲 形成了一个地质复杂的群岛 这就是连接亚洲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与澳洲大陆的桥梁 现在呢 由数千个岛屿组成 科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 这些岛屿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动物种群 我们可以在巴黎岛上看到凤头鹦鹉 但是在临近的龙木岛却没有 印度尼西亚的苏拉西维岛上 生活着和澳洲类似的哺乳动物 但是在临近的婆罗洲 是找不到它们的踪迹 似乎亚洲地区和澳洲大陆在这些群岛上 划分了边界 一侧呢 是澳洲有带动物的势力范围 另一侧则是亚洲常见哺乳动物的家园 比如说老虎 熊或者犀牛 各群岛动物世界的组成 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异 这引起了英国博物学家 进化论共同发现者 华莱士的注意 他于1854年到1862年间 穿越了印度澳大利亚群岛收集动植物 结合他的发现 华莱士描述了一条看不见的生物地理线 这就是华莱士线 华莱士线位于巴黎岛 龙木岛 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之间 它标志着澳大利亚动物群分布的最西端 这条线以西就是亚洲各大族群独占的地区 往东则是混居状态 亚洲和澳大利亚全的物种都有 那这片区域是怎么形成的呢 板块构道学给了一个解释 4500万年前 澳大利亚板块开始向北飘移 滑入到了强大的欧亚板块之下 这就使得之前相距深远的两块陆地 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陆地生物变得更容易从另一大陆迁徙而来 为了方便动物之间的迁徙 板块运动还贴心的 在两大洲之间形成了无数的岛屿 动物和植物以此为垫脚石 向西或者向东迁移 这个粗略的解释 预测了华莱视线附近的大致面貌 但是到具体细节上 它就无能为力了 华莱视线附近动物的迁徙 显然是有方向偏好的 从亚洲抵达澳大利亚的动物 显然比澳大利亚移测过来的要多得多 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 华莱视线沿线的脊椎动物们 呈现了不对称的分布 亚洲迁徙过来的族群 占据着优势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对称的分布呢 是谁在背后推了一把呢 2023年7月6日 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的学者们 找到了这个谜题的答案 其结果发表在了科学上 这项研究中呢 文章作者结合了3000万年至今的气候 板块移动 以及当今该地区记录的约2万种 鸟类步入动物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综合数据 创建了一个新的模型 结果显示 原产地对气候的适应性 是造成华莱视线两侧 亚洲和澳大利亚动物群 分布不均的部分原因 除了板块构造之外 数百万年前盛行的环境条件 对于两大洲之间的交流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模拟研究人员发现 来自亚洲的动物 更可能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间跳跃穿过 最终抵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北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华莱式动物群是热带群岛 能否快速适应热带湿润的气候 是动物们迁徙成败的关键 亚洲或者说东南亚地区的动物们 本就生活在热带地区 而热带物种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热带气息地进化的它们 通常生长更快 竞争力也更高 这些动物能够承受与许多其他物种共存的这种压力 华莱式动物区的环境 对于适应了东南亚环境的亚洲各族群来说 是非常舒适的 而澳洲的野生动物完全就是另一个画风了 它们在较凉爽的气候中进化 而且随着时间的摧移 澳洲大陆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 在这种气候较为恶劣的情况下 动物们就不得不进化出特殊的适应能力 才能适应对于干旱和热应机 包括行为的适应 比如说在夜间活动和一些生理上的适应 来减少水分的流失 举个例子 许多澳大利亚的青蛙会将自己埋在地下 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这在热带青蛙中是非常罕见的 当澳洲的大部队向北进军时 这种适应性就要了命了 华莱式动物区是热带岛屿 气候湿润 不缺水 适应了干旱的族群们就此被迎头痛击 澳洲的动物们 在热带岛屿上立足的成功率 远不及从亚洲过来的动物群 最终两方拉开了差距 形成了独特的华莱式线